冠局当中求得一丝生存的机会 来了 安德直接插到了哈萨克的身旁 这样的一片飞机残骸成为了自制战队的战局 我们看一下哈萨克地开门有惊喜 先打掉一个 关门的时候换枪 还能不能够再放下一个 这个位置利剑出鞘 他要等等自己的队友志愿过来 身法修起来了 虽然是三指 但是打起来好像有六个指头在做 星鹤 又来了 一熹 这是明皇那边的火野的志愿 Matic这边已经被星鹤打掉了 开始主动出击了 哈萨克非常地有子弹都没有 就抢你脸上 外围也有枪线 但是哈萨克这边贡献了无限多的伤害 远段的帕尔包也在开火 这一波那位无处可躲 没有撤队可言 小小剑 这完全是 三三 两分拿到 另外一边RNG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这是来自居民的子弹 一长二带走RNG 场上两支战队 4AM和NVXQF 本场那段时间人们说双雄的世代过去了 但是来到P1赛 我们又是看到了双雄之间的对决 4AM现在形势危急 这一颗雷 打到了脚上又随时对倒一颗 Para Boy Para Parapara Para Boy 本场比赛六个淘汰RNGXQF 54分 位列帮手 这太夸张了 但是4AM在这场比赛 已经在极限改圈的情况下 一直站到了最后 展现出了足够的韧性 刚才第一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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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